大家好,我是鸡腿,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 说出来你也许不信,时光荏苒,历史长河奔腾不息,我们站在金字塔脚下,仰望它巍峨的身影,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息笼罩了我们。 数千年前,古埃及人是如何建造起这一世界奇迹的,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,五千年的文明长河蜿蜒流淌。 如今,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中国,回望古老的历史,不禁会想象,在金字塔处理的古埃及,生活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人,又都在忙些什么呢? 一,让我们回到公元前三千多年,尼罗河流域的景象浮现在眼前,在这片广袤的沙漠之中,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。 埃及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后,当时尼罗河两岸出现了一些奴隶之小国,经过几百年的演变, 他们最终走向统一,形成了最初的古埃及国家,在遥远的东方,与此同时,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皇帝也正在开创下朝的辉煌。 古老的中国正主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,两大文明在时空的不同角落蓬勃发展,各自编织着璀璨的历史篇章。 然而,古埃及国家的诞生只是奇迹的开始,在法老的统治下,古埃及人民集结力量,终于在沙漠中树立起了金字塔这一建筑奇迹。 要建造金字塔,需要动用数万人力。我们可以想象,在炎热的沙漠中,成千上万的劳工辛勤工作,搬运着巨大的石块,一块块堆砌起来,他们以沙漠为止,以石头为柄,书写着对法老的崇敬与追思。 经过长时间的建造,一个个精巧的石石在地下延伸,一个个巨大的石块在地上组合,最终,坐落于高台之上的完美金字塔。 雄伟地矗立于天地之间,当金字塔完工的那一刻,我们可以想见古埃及人民的欢欣鼓舞,他们欣赏着自己的杰作,由衷地为自己的文明成就感到骄傲。 法老也在金字塔内沉睡,带着对生的执念和对死的惦念。 时过境迁,我们如今能够站在金字塔脚下,一览着长存的封碑,沧海桑田,文明在这片沙漠上绽放又衰落。 而金字塔依然屹立,丰富着我们对远古文明的想象,见证着古埃及人民的伟大创造。 远在东方的中国,也在同一时期之旧了灿烂的文明史诗,历史交汇在异地,文明彼此灰映。 当我们探索古代文明的起源时,恍惚间仿佛穿越时空隧道,去到千百年前的古老时代,清临一场场文明的圣山融入。 这些璀璨的文明遗产,成为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。 二,或许很难想象,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,当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忙着筑起金字塔的同时,遥远的东方,中国中下游地区已经诞生了早期文明。 在如今的湖南境内,区家岭文化白龙发展,其移植广达九千多平方米,在黄河流域,龙山文化的影响更是空前广大,腹败山东,河南,河北,江苏等地。 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陶器、玉器和早期文字,证明了五千年前的中国人,已经掌握了制陶和玉器加工等技术。 在这一时机,中国正主于五帝盛世,各族群首领争霸不息,皇帝和炎帝率领部落英勇作战,地顺提倡得先中将,地狱治水有方,中华文明的雏形正在形成。 然而,我们如果以为这就是古老中华的全貌,那就大错特错了,因为在更加久远的年代,中国的历史其实早已开始,相传八千多年前,福西市创造八卦,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。 在此之后,皇帝、宣元氏相继登上历史舞台,他们发明文字,兵器,建立部落联盟,使原始士族社会逐步迈向文明和进步。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中华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磨难和变革,但是中华文明的灯火始终代代相传。 在商朝建立的三千多年前,中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时代,在那个年代,我们的祖先正在学习野炼青铜,制作兵器,他们创造了甲骨文,在寿骨上刻下古老的符文。 历史的马车滚滚向前,周朝建立,孔子创立儒家思想,无数事件在中华大地上上演。 而如今,当我们回望五千年的文明史,不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感到无限骄傲与自豪。 三,古埃及第三王朝,一位野心勃勃的法老登上王位,他名叫胡夫。 法老胡夫心中怀着一个宏伟的梦想,要为自己修建一座永恒的金字塔。 这座金字塔将会是古埃及历史上最大、最壮观的建筑,高达146米,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工程。 为了完成这项金人的建筑工程,法老征调了埃及各地十万民工,前来修建金字塔。 这些民工中,有采石工、石匠、木匠、运输工等各种技术人员。 然而,法老胡夫为人严苦残暴。 民工们投入工作的动力,更多来自对他的畏惧,而不是忠诚。 法老经常亲自巡视工地,一旦看到工人偷懒,就会毫不留情的鞭打他们那些受过鞭刑的工人。 背上不满可怕的血痕和伤疤,看着都让人心疼,但法老却视若无睹,在法老的压力下,各种技术人员被迫发挥创造力。 想方设法完成看似不可能的建造任务,首先是运输问题,从遥远的采石厂运来二百多万块巨石,仅靠人力是远远不够的。 于是工头们召集了许多智慧过人的木匠,设计制作了木匠和滚木,用意将石块滚动到金字塔脚下,再用倾斜的土坡将它们运到高处。 在烈日炎炎的沙漠中工作,工人们一刻不得歇息,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衣服,他们强忍疲惫,忍受沙漠的炙烤,继续着采石和凿石的劳作。 由于脱水和疾病,许多工人猝死在工地上,但是法老丝毫不为死去的工人感到悲哀,反而怒斥工头效率太低,工人们生病死去,法老只关心建筑进度。 这无情使工人更加痛苦,然而工人们并非完全是在古剧中工作,其中也包含一种信仰,因为法老建造金字塔是为了追求永生。 金字塔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,是法老死后生入天界的阶梯,所以参与修建金字塔,也成了一种崇高的事业。 这种信仰支撑着工人们忍受劳累,驱使他们不辞辛苦完成建造,为遏制工人逃跑,法老派出了许多暴力的监工看守工地,严刑俊罚。 即便生病和疲惫,工人们也不敢偷懒,运输食物和水源的马车,来来往往地将建筑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工地,保证了工作的连续进行。 二十多年后,在金字塔即将完工之时,法老胡佛突然去使,根据他的遗愿,他的儿子继续督造,终于完成了这座146米高的辉煌金字塔,用200多万块巨石精确拼借而成。 当金字塔最终建成时,那些忍受艰辛参与修建的民工,心中也终于涌起一股欣慰与自豪,因为他们为这个伟大文明做出了不可谋灭的贡献。 四,古埃及的金字塔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,它威俄壮观,象征着古埃及文明的辉煌成就,然而,这一外表光鲜的文明背后,却隐藏着无法持续发展的弊端。 与此同时,当古埃及人忙着修建金字塔时,古老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孕育着独特的民族精神,这种精神为中华民族颜面发展,积蓄了源源不断的力量。 古埃及文明集中体现在金字塔这一建筑奇迹上,金字塔巨大的体量和复杂的内部结构, 体现了古埃及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成就,但我们不能忽视,这种外在辉煌的背后,是建造者们难以想象的艰辛与痛苦。 古埃及的社会等级森严,法老可以动用数十上百万人来修建金字塔,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建筑,可以说古埃及文明的发展动力,来源于法老个人意志的绝对化,而不是来自人民内心的力量。 与此同时,古老的中华民族已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,孕育出独特的民族精神,这种精神崇尚天人合一,强调民本思想,注重教化民众。 中国古代先秦时期,虽然也有建筑奇迹,但其目的在于体现道德规范和礼仪标准。 后世中国的文明成就,如四大发明,都源自劳动人民的智慧。可以说,中华民族进步的动力,来自民众自身,这为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积蓄了巨大力量。历史的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一点,古埃及金字塔的辉煌,很快湮灭在风沙中,而中华民族经历千难万险,仍然生生不息。 以中华文明的姿态,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。当我们赞叹古埃及文明璀璨的成就时,也更应看到中华民族独特精神的力量。 每一代中华民族的儿女,都应当传承这一精神,为中华民族不断开辟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介绍给朋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